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在这个怎么看了 怎么看了 我们怎么看 我们不是站着在超级看了 回答很好啊 不然嘞 不然我通常 看啊 当然用手看 用屁股看 用眼睛来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维 我老讲起一个小朋友的思维 有的时候很有意思 就像跟这个老大爷是一样 他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天真 我问一个小朋友指着海上的船 海上是什么呀 他说是船 你看我以为海上是天 你要问大人就是海上面的是什么 海上面是天空 但是你看小朋友 你也看太远了吧 我刚才也说 你说海上是什么船啊 你怎么会看到天 这就说明我的大局感啊 格局 你们台湾人不讲格局 你看出我这个格局吗 我们大人是宏观的 就是说海上面是蓝天 对吧 你看小朋友 他最直接 所以你也是同质化思维 这小朋友是海上面是船 然后我说 船上面是什么呀 我觉得这也该说天了吧 船上面是人 小朋友说 我说人上面是什么呀 最妙的在这 小朋友说 头发 头发 你看 就是跟那个 你看你完全 又听你行了 不用生孩子了 你老公养你就够了 这个逻辑也对 假如是很正常 我也会说是船嘛 没有 假如是我 我会海上面是垃圾 因为表达了 也反映了人的担心嘛 我们在香港 现在看很多海都是垃圾 这反映了公知的这个立场 不是 担心啊 我们担心 也可能是说海上面也是人 香港到处是人 没地方站 跑到海里面 香港你说这个还真的是 你知道前一个节是个什么节 我也忘了 圣诞节 对 不是比圣诞节还晚一点 就快过年了 最近香港快过年了 一个周末 我就打车呀 香港居然跟北京差不多了 这个司机啊 自称跟我吹嘘 说我当年开跑车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是香港有一种地势司机 哇啦哇啦 就是跟你跟你说 跟你这个骂 然后呢 我惊讶的听到香港人啊 开始夸其大陆了 这叫认阻归宗了 你知道吗 他跟我骂这个港府 就是说香港的所以敢了 就没戏了 这个政府不作为啊 我怎么不作为啊 他就这几天快过年了 市民们都出来办年货 这么拥挤 你看人家北京上海 马上就要单双号 对吧 政府说怎么样 就是雷厉风行 就这几天 单双号就马上 就让我们地势就赚钱了吧 是吧 他说你看这个港府啊 这个在这磨磨叽叽 哎又怕阿爷 又怕市民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 然后你看 我这个路也忘了 我这所以我发现香港真是碎了 包括地势司机 跟20年前 一路跟我吹牛啊 说你找我这老司机就对了 现在香港 这这都不对 我啊你看你要快啊 我当年开跑车的 蹭蹭蹭 我找一个什么 鸭巴店街啊 最后哎 哎哎 去哪了 他说这个路都改了 我我香港的地势司机 找不到路了 你说 没有没有 这个好玩 香港地势司机也越来越有趣 因为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嘛 现在香港好多人都 到了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不管是退休 下岗还是失业 都把他去当司机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我听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说 告诉我好几个都是走 说那个碰到师傅啊 开车 然后有一个司机很直接的问你 小姐 你觉得你会愿意 嫁给一个 嫁给一个第四师傅吗 真是 就直接这样问 那就性骚扰啊 他也不是 那性骚扰 就是看他讲话的语气 我问说 那后来你们有聊起来吗 原来他说 那司机跟他讲 他交往过几个女朋友 到最后要临门一脚 那个女朋友还是考虑到 你是开车的师傅 我觉得面子不好看 我不能跟人家说 我老公是迪西楼啊 香港很好玩 叫人家什么老 什么老啊 第四师机 他说 斜狗楼 对 你碰到警察 文涛我提醒你 在香港 你叫他阿神 不要叫他拆楼 你要叫他拆一眼 你叫他拆脑 他很不喜欢啊 觉得你 不尊重 瞧不起他 可能是这样 很多不同的人的 那个风格 又婷 你这么好看的 你打车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过 第一次司机 跟你风言风语的 没有到风言风语 但我有做过不用钱的 这是女人唯一 能记住的事 就他 他带我 然后就他 因为我那天穿着 我那天还特别打 就是因为我那天 要去主持活动 所以我的装很浓 然后就头发很明显 露大腿的 然后你也知道 我爱穿短裙 所以我就穿了一件短裙 但我要件外套 小少爷 他就回着头 他也没有 他就说 你不太像是一般的女孩 你想要去干嘛 这样子 然后我就 因为我要去那个 叫什么会展中心 我就说 我就去主持活动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难怪你长得那么漂亮 然后在沿路就开始聊 你在哪里工作 当然他就说 我也难得载到美女 他说这是我的名片 下次抠车找我 这趟就不算你钱 所以我只要找不到车 刮风下雨 以前八号风球 我要上班 香港第四司机 八号风球 是不上班的 可是我偏偏需要车 那时候 公司车也没有的时候 我要上早班 那怎么办 我只好打给他 以后你真的就找他 我就找他 但我有付钱 我那时候还是有付钱 我非常好奇 他就比较会风雨无阻 来接我 我很好奇 又婷 你打给他 在找他的时候怎么讲 哥哥 我这是那个 没有没有 我就纯纯说 就是我现在 但他听到女生的声音 然后他再见到我 他自己会 他们有一个办法记住的 但我真的不用提醒他了 真的很乖 有时候也要当心一些 哥哥或者叔叔 他这个一开始都是付出 等到有一天 真的 叔叔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就叫了两次 以后就觉得 有点太风雨无阻 还有他自己接不了 他就找兄弟接 然后所以兄弟都知道 你在做什么 然后觉得 算了 就能不好 一起上 不太好 所以你看 刚才嘉辉说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呢 《非诚勿扰》了 就是你看 他这个女的和地势司机 说到底 还是要讲到一个 门当户对 门不门当户不户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不得不要讲 为什么我们要讲《非诚勿扰》 我们有我们的江湖规矩 一般来说 不黑同行 对吧 但是特殊的时候 可以黑一下 不是我也没有黑 就是《非诚勿扰》 人家这么成功的这个节目 他的这个绝大部分嘉宾 都是好的 是良善的 对吧 他的这个绝大部分征婚呢 都是这个 靠不靠谱 我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呢 他有极个别的 是出了事的 所以呢 这个 而且最近是 是社交媒体上 这个太热门的 太热的一个话题 这个女子呢 已经被判了刑了 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是什么罪名呢 是杀夫 他是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 参加的《非诚勿扰》 当时呢 有很多粉丝啊 因为哎 你可以看看当时电视的截屏的这个照片啊 你看 生活需要不断的体验 王家32岁 出版社编辑 他自诩 他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高材女 然后呢 你看他出生在一个不应该犯错误的地方 是延安 他你看当年时候 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家 七情上面的 你看到下边 这个 哎 这是当时争和 就是配对成功 拉着了一个 听说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 你看当年 很感动 他啊 他最有名的是发表了 你看下面还有没有照片啊 他啊 你看发表了 据说是至诚感人的 爱的宣言 这就算是配对成功了 还有没有 啊 对 配对成功了 但是哎 这真是可以拍电影 拍电视剧啊 就一个女 一个女的 在咱们叫素人 她不是咱们这种职业的 上了一次舞台 她的心呢 好像就永远的留在了那个世界 她觉得她是那个圈里的人 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真实的情况是两周之后 这俩人就分手了 还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男的放了他的鸽子 给他留了个什么短信 就是说 哎 我明天去美国公传 就像有些男人睡完了 我明天开会 在此不见踪影 于是呢 他就据说这个人的心里 无内剧粉啊 这个羞辱啊 干嘛呀 就非常痛苦 但是呢 他当时的粉丝都上万了 对 很多人就一直在安慰他 或者什么的 其中有一个网名叫文问的 这么一个小伙子 哎 据说是每天晚上 就是给他这个发言 虚寒温暖 虚寒温暖 就那词说的还挺好 就每天晚上 用他温暖的话语 抚慰他寂寞的夜晚 结果 简单就趁虚而入 对 趁虚而入 结果这个女的一开始 是根本就不予考虑 到后来可能是被感动了 对 两人一见面 还真的就成了 结婚了 你知道就是这样 就 这小伙子一米八 说是板串 就结婚了 很好啊 结局很好 结局 没有到那个阶段 结局还没来 真正的结局 广告之后 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一切 结局 是 是 是 丹 狮子 达 达 你知道我不了解女孩子 会有这么一种心理 她觉得她跟那些女嘉宾 好像是一起的 但是慢慢就看出来了 就结了婚之后 她老公就是个小职员 而且说婚房还是按揭 然后呢自己就觉得不满意 她最主要的不满意 是人比人气死人 她看见那些《非诚勿扰》 那些其他女嘉宾 有的都出了专辑 你知道吗 她天天在电脑上 她有这个朋友圈 就看这些女人的这个情况 终于到最后怀了孕 快生孩子了 还在那个男女朋友圈里 就跟一个看见她的 一个当年的女的同伴 说出专辑了 她心情又就挫败了 结果她这个老公 终于就挠了 就说你不要再做 这个女神梦了 就把这个皮就挨掉了 哗就给她摔了 说你这是干什么 你回到平常的生活里来 你都早跟他们不一样了 结果你说莫名其妙的 就一晚上辗转反侧 第二天把她老公给堕死了 不是就砍死了 砍死了 制造了这个杀人案 现在判有期徒刑十年 她说她本来是要砍人 然后再自杀 结果是因为没有自杀成功 所以被抓走了 就是还怀着运快临盆了 那中间有一个关键的点 要补充的 她有忧郁症 她有忧郁症 因为我们知道 是参加《非诚勿扰》之后得的 之后 那跟《非诚勿扰》无关 你做节目不能有 保证有售后服务 做节目要这样了 有一句广东话 我觉得说的真好 比方说我做我媒婆 把这样女的介绍给这个男 我说好的 我包结婚 不包生小孩子 对啊 你们觉得婚 甚至离婚 能不能生 是你们的事 我的服务到此为止 所以其实听起来非常悲哀 可是也是自找的 她当天嫁给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没骗她 她不会骗你说 我是土豪什么 对吧 我这是文员 你选的路 你这里心疯不下 就是她不知道 因为我从看那个 文章报道当中的内容 我觉得那个先生 是个很好的先生 就是一直跟他讲说 例如说 你不要做你的女神梦 他没有批评 他只跟他讲说 你应该回到现实生活来 而这个男孩子 如果因为他之前有过这个 不管他上了节目 怎么样等等等 遭受如何挫败 这男的还是愿意 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 旁边这个 他杀死的这个老公 应该是个真爱来的 但是他很可惜 他就是一直在上面比着 就没有回到这个 现实生活中来 所以我觉得倒是 亲手把自己的幸福毁掉 我觉得这件事蛮可惜的 但是就说 但就挫折容忍度 你看我们说啊 这个嫉妒 对吧 你不会嫉妒刘德华 你看你形成嫉妒的 都是 同才之间 对跟你一块的 你说这是为什么 你比如说奥巴马再成功 你也不嫉妒他 但是你看 他就是一起参加了一个 不是不是选美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争婚 一起的女嘉宾 这就形成了他的一个圈 那大家就要 就像同班同学 所以我就说 同样现在女孩子 我想我们也 我也会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同一期出来的 像现在 例如说我到香港了 那我们那时候 一起当主持 一起当记者 变成主播的女孩子 在台湾发展 有些现在已经是 台湾这个 晚间新闻主播了 这等于是当家主播 那他们有时候看看 想说 凤凰卫视在哪 没看过 有没有 就也 如果你要去比较 那你可能会觉得 想当初 如果那样的时候 如果我不来香港 我会不会在台湾 受到欢迎 我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他也有 也有嫁很好 嫁豪门的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后来发觉 又想就是说 大家现在把这个 成功看得太单 不成功了 就把每一个人的生活 看得很单一 就是你可能 看朋友圈上的 或者是你就是 看他所说的 你从来没有过 他的生活 你不知道他 今天嫁一个老公 你觉得他很有钱 那这有钱的背后 他是不是常常回家呢 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可能要在外面挣钱 他不是每天陪你的 你旁边这个挣不多 但他每天晚上陪你吃晚饭 你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 他一定 任何东西都是 有得有失的 但是你只看到他的得 我没有去看他吃去的 或者他付出的 那这样子的去对比的话 那你比不完 那是一种 思考的习惯 心态 因为假如有这种 跟人家比较老公 自己承受的女人 他就算不这样 发生这种悲剧 平常他生活不会开心 坐下来都会觉得 大家吃块牛排 我觉得你比我大 他就从那个角度去看 我有个朋友架豪门 然后我就说 你的生活这样应该不错 他说我跟你讲 豪门太太你知道在做什么 每天生活就是比 比谁的手机 比谁的包包拿最大 最贵 这个 这贵的当中还有更贵 还有再更贵 比谁的孩子 先进一个好的学校 他说我每天下午茶的生活 就是在比较 他说我这个已经 你要这么说 我又想起当年《非诚勿扰》 有一个出名的 就是说有一个女嘉宾 说出那句著名的话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 那你今天坐宝马了 那别人坐宾室呢 那连哭你都还要比了 那还有坐宾利哭的 那你要不要干脆 宁愿坐宾利哭 也不想在宝马哭 这就比不完啊 因为哭就前面 可以加一个形容词 我哭可是哭得很快乐 等于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 有时候很贵 贵得很心疼 可是心疼得很快乐 当他这样选择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比较 也不见得全部不好 有时候会看你怎么用它 像我经常说 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 写论文很惨的 每天坐在那边 学二个钟头 我最喜欢一件事 写到晚上十二点左右 问大家写得怎样 不是 我叫我开车 去我住的地方 附近那个小酒馆 非常破络 我在坐在那边喝酒 干嘛呢 除了喝酒放松以外 我看见那些周围的人 老妓女 吸毒的 流浪汉 进来喝杯酒了 我觉得好快乐 他们比我惨多 我觉得我写个论文 每天学二个钟头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样比较 会让你进步 当然你要看你心态 我记得刚流行那个微博的时候 我听一些上海的作家朋友说 说哎呀 家会很烦恼 那我说干嘛 因为微博啊 我的朋友啊 作家圈啊 都互相关注了 那我每天就看看 文涛今天的粉丝量多少 他又比我多 那个又婷的留言量多少 就互相比较啊 就每天看看自己多了多少 你多了多少 你说这个 我真是就觉得 为什么人啊 有的时候 我完全能理解 对吧 我也会嫉妒 也会干嘛 可是有时候 我也很同情别人 因为我觉得呢 我有点自己的小爱好 你明白吗 就是我在外界世界里的 种种心理不平衡啊 我有个逃避的地方 我只要一回到 我私人的这个爱好朋友圈 我就觉得 哎呀 湖中天地大 对吧 什么酒中日月长 就是我有一个去处 朋友吧 我真的很同情他 就是 而且还有很多 就是这个女孩子 甚至女主持 女演员 女议员 哎呦 完全是在这个狼牙榜 这个排行榜上 你知道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太痛苦了 因为你没有别的乐趣了 你没有别的去处 于是你从早到晚 你就在关心这一件事情 你完全可以想见 另一个女的夸一下子 演了个戏 火了 哎呦 这个心里啊 这个心里 你要嫉妒是绿色的 真的 你能感觉到 是一种暗绿色的 哎 我就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 跟同圈里的人 发生这个呢 我那天瞎想啊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嗯 其实呢 他们一开始说 说嫉妒啊 是很不理性的 对吗 因为你嫉妒刘德华干什么 确实是 刘德华不值得你嫉妒 因为他离你太远 是 他不威胁你 可是呢 当我们在原始社会 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 自然资源非常有限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就是你这个种群内部 他有吃的 就意味着饿死你 还真的是 真的是 就是说 他的成功 就是你的失败 他的DNA的延续 就是你的绝种 所以才会有这种同种同族的 这种本能的不安全感 你觉得我这分析 哎 够社科院的 如果你很执着在这一单一的路上 那是 可是是要我告诉自己的方法 就是一旦我嫉妒心起来 或是觉得很沮丧的时候 我就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就是说 他 你今年 你今天输他 你今天拿这个节目 尤其在凤凰 看多了 你今天拿这个节目 明年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继续 对 文韬哥 不是每个都15年 我每年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人节目起来 我就说 又不是我 对 又不是我 我又编编了 但是明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 你也不知道 不见得是他的问题啊 这个东西就是 事到这个公司要不要这个政策什么 你很难说 我今天也是 我今天拿这个节目很开心 哇 终于这个节目 明年关掉也是我 这 这东西 你不知道 这每一年发生什么事 那到底什么才 最终是你要什么 我觉得这个 马拉松 你真的不盖关 那一天 你怎么知道 又停说出了这个 这个员工的这个心 主要是我们这个 嫉妒的这个标的啊 对啊 老让我觉得有点嫉妒不起来 你很明白 千加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说为了宽慰这个嫉妒者啊 我可以讲一个这个体会 就是说你知道 你嫉妒的那个人 你必须明白 你不了解 他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 通常都是这样 就是你不知道他有多惨 他有多寒碜 你就你是在外表 就像我跟你讲的 我说为什么凤凰这个 我也不记住 就是说 哎 好比比如说 我们强奸三人行 我和他你知道 说起来对又停有点 这个不尊重 但是要真实的情况啊 我的有些这个哥们啊 嗯 你知道他会觉得 哎 他是他就会喝酒喝多了 跟我讲 说问他 又停 怎么样 嗯 我说 我怎么样 他说这个 床上怎么样 就这话都说 我说 那我哪知道 他说上你这个枪枪 难道不给遣规则一下吗 哎呦 我说 我说我得求人家 我说我得求人家 又停上我 对 就是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 哎 你这太值得嫉妒了 你这家伙 哪个女嘉宾做你 他哪知道 我们这嘉宾慌啊 请 请人家请不来啊 我都愿意献身 对吧 你这 哎 我就是怕你献身 所以我说我来 我来 你知道吗 他们会觉得 哎 他们不了解的人会嫉妒啊 会觉得你厌福不浅啊 这么漂亮的女嘉宾 你说谁就是 那不是要嫉妒吧 文涛 假如你那些朋友 觉得这种朋友 基本上不能交的 他说因为这是 假设你会做这种事 你在我们心中是多么好 我连前规则 叫他 他都不要我 我也不会 我也不是不会做这个 真的 但是主要是我们的供需关系 他理解错了 现在是我找人又停 人又停经常没空 我得求人家来 你这家伙 我意思是说 这个不叫嫉妒 假如你朋友了 那就羡慕 有没有羡慕 因为嫉妒的意思是说 假如你没有 就像你刚说 要轮到他了 现在就算你没有 也轮不到他嘛 所以不叫嫉妒嘛 所以我觉得说 对啊 他是羡慕嘛 他想跟你分享一下 其实我这个问题也想问你蛮久的 你怎么胡说八道了 我这个问题也真的想问你蛮久的 可是既然你刚回答了 我也解答了 又听你谈谈你是怎么上来的 我怎么上来 你不就是靠一张嘴巴上来吗 不是 其实这个你看 所以说这个人比人 为什么不值得 你比如像我们 都已经厌倦舞台了 说实在的 如果你不给我钱 我逃避这个舞台 但是你会看到 比如有时候我做一些评委 我就会发现 生活当中啊 你的确是 你像这个王家就是啊 只有一次 你要想到啊 只有一次他上电视 这对他来说 成了一个名人 他那个感觉啊 确实我们可能很难理解 我觉得这个社会 就是怎么讲 以前我们常说 或许我在台湾 常会说要尊重嘛 互相尊重 不管你是不是名人 但现在显然你的地位 或者是你的知名度 才会带给你尊重 那不就是很多网红 出来的原因吗 因为他觉得我 用尽各种低道德的方 只要红了以后 我换的的尊重 都很值得 对吧 所以就是注意力的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我觉得 除了他享受 那个注意力之外 我觉得还有件事 就是挫折容忍度很低 就是说台湾也是发生过 就是常常那种 台大的学生啊 我们之前才发生过一个 就是一个台大的男生 他呢 这个这辈子 就是听说是台大宅王 就是打电动特别厉害 然后呢 也算是少有知名度吧 因为都是这个电动冠军 可是呢 他找女朋友就屡屡挫折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马上就跟人家同居 一个月认识 但还花尽所有的钱 因为他还是听说 来自会计所的里面的 一个职员 然后呢 带他去玩啊 什么的 把所有的这个薪水 都放在这个女生身上 这女生刚才讲说 但我觉得 但是这男生 有点情绪的问题 所以他讲说不要 结果呢 他就堵在那女生上班门口 砍了47刀还吻尸 吻尸 什么叫吻尸啊 就是抱着他吻他 说我不是故意的 砍之前吻 砍完 尸体啊 砍完 所以他是说 我是爱你的 只是你为什么要逼我 怎么做 而且他在砍下去之前 问他一句话 再当我一天 女朋友就好 一天 那女人说 你不要烦我 就这么一句 那一刀下去 下去之后 整个就是失去理智了 但是这个过程 到最后人家现在 他们也是要判刑 那当然人家说 是不是死刑 还是可以叫话什么的 但是男孩子在里面 不停的忏悔 他就干扰 我就只是很爱他 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 就是我就是因为很爱他 他为什么就是不想 他但是还无法解决 他为什么不爱我 我花了钱 我赔他 我对他好 他为什么不爱我 就精神错乱 就太执着到 立场人人都有 您站得稳吗 建功力应该不该 到底 呼吸制度怎么改 今天局势看好 现在 反对您的看法呢 事关你我 没有人性孤党 亮出独立意见 拥抱多元声音 独立一虎一席谈 星期六 奉母皇位是中文台 烟精鲜皮 采用阿尔法低温除菌技术 保留原始风味 啤酒还是鲜的好 烟精鲜皮 鲜爽世界 华夏天白产 创新又胜过 一人为本心 这还生活 云云产业新城 华夏幸福 让幸福发生 让幸福发生 华夏幸福 产业新城运营商 东风标志508 切铁 能架控品质尽享 荣耀而至 是新闻永恒的背景 为当前热点 追溯起初的原点 在时间线上纵深视野 看清复杂现状背后的脉络 展开一场立体思辨实验 以大历史观 建构宏观资讯体系 大新闻大历史 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 凤凰卫视资讯台 观草象之风象 听水声变风声 人心如风 汇聚风景风情风势 由我静观解读 镇海听风录 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中文台 朝鲜正加紧准备发射卫星 而与此同时 美国已经向韩国派出了特种部队 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对朝鲜实施 斩首行动 中国人民银行强势出招 以便在春节期间 防范国际金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